面粉不要总是蒸馒头了 试试这个懒人葱花饼吧 不用揉面也不用擀面 卷肉卷菜都松软好吃 盆中是500克的面粉 打入一个鸡蛋 加一点白糖 5克盐 3克高活性酵母粉 这个酵母粉正在做活动 平常是9块90包 现在是9块920包 然后用400毫升的常温水来和面 今天和的这个面团呀 不需要下手去揉面 只要像我这样 顺利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 最后看一下是这种粘手并且光滑的面团就行了 盖上盖子 醒发到两倍大 里面全是小气孔 把切好的葱花倒进去 再用筷子搅一搅 排排里面的气泡 也能让葱花融入到面糊里面 接着在手上抹一些油防粘 直接揪出大小合适的一块团圆一些 放进刷好油的电饼盛中 用手试探着给它按铺 像一张圆饼就可以了 选择大火烙饼 盖上盖子 可以防止水分流失 饼子也熟得快 一面上色翻个面 将另一面也烙至金黄 用铲的按压 立马回弹就可以出锅了 颜色金黄金黄的 特别诱人 这样做好的葱花饼又软又香 还不需要揉面和擀面 发面的更好消化 再加上喜欢吃的配菜 老美味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是做一下